54 明報 搶警棍運輸公左差罪成 2015年7月4日 港民A14 明報專訊 運輸公人被指去年在佔旺區搶走女警的警棍 事後他否認左妻辦公罪 並反指女警先用警棍撲頭 再誣告他搶去警棍 但經審訊後作被裁定左妻辦公罪成 裁判官指女警證供稱息直接 盤問下沒有動搖 裁定他是誠實可靠的證人 相反被告的證供不合情理 亦與他的傷勢存有矛盾 金號望求情指衝動犯案便方求情時指出 被告鄧德傳28歲的違法行為不算最嚴重 事件中亦沒有警員受傷 便方有情賞神父金號望等人所撰寫的求情信 並指案發當晚情 G.混亂 被告因一時衝動裁犯案 站委裁判官吊偉將案件押後至本月22日判刑 期間被告獲准保釋 以撒取其感化和社會服務令報告 便稱警力過猛脫棍官子不合理女警惠正在審訊時公稱 去年10月17日他在旺角尼敦道執勤期間 被告突然接近搶去他手持的長警棍及快捕離開 他遂達叫及尾除 被告行了六米後 掃名警員上前將他拘捕 為便方稱為當日先用警棍撲向被告頭部一下 再破他的頸部,由於他用力過渡,才令警棍鬆脫 為見狀便誣蔑被告搶警棍 裁判官指被告的證供不合情理 案件編號K.G.C.C.11825